今天上午9点多警方接获报案 指出台九丁县五塔路段 有一辆载满西瓜的大货车掉入水沟 警方到场也进行双向单线管制 对 他接到哪里 车祸发生时车上有些西瓜掉落路面 许姓货车驾驶请同事到现场 先把车上西瓜搬走 才能将货车调离 因此这起事故直到下午一点多才排除障碍 恢复双线双向通行 警方初步了解 许姓男子疑似是为了闪避车辆 又加上天雨路滑才会造成意外 索性无人伤亡 宜兰新闻记者黄朱汉采访报道